花8块8挑战一下从淤积库里花香素羊 买一个勺药会是什么样子 开箱 很多花友我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让我开这个 讲真心的 确实不贵 不过对新手花友来说可能有点折磨 为啥呢 新手花友老是种种种种种不活 为话什么 你第一 你选土 你尽量的 你能买就买 你不能买的那个醋坊 你用沙子 好吧 用沙子 没有沙子的醋坊呢 你就用老花1的土 花点钱就去 接下来选择花盆很关键 别用太大的 一定要排水透气的 我用的都是花博士的6号素颜盆 种的时候别埋得太深 就大概你看 去种的感觉就行了 第一步加土 加部分底统 别用肥料 千万别用肥料 然后如果说你们收到的有一些腐烂迹象的臭泡 你还得走一遍工序 那为什么说要注意这个事呢 就把这个丢到水里 丢到水里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加东西了 我建议大家是加一点厄梅磷 就是给根部的那些沙沙菌嘛 泡一泡嘛 不用太多 1000倍的比例就好 到位来一点就够啊 你要放沙菌药呢 大家也可以去放多菌磷啊 甲霜磷啊 或者这些个 主要是为了给它沙沙菌嘛 明白这个事吗 臭宝 一定要盖它这个点啊 之后呢是加入一些生根液 泡一下嘛 让它发根更快嘛 也是1000倍的比例 就花尔门用肥料用药的时候 摸不着头绪的时候 你就记住千倍定律 明白了吗 嘴没错 脱腿的 泡一会儿 因为来的时候也有一点脱水 我看着这些芽头都有点不新鲜了 之后呢 找个花盆里边加上土 种入 种下去 就是种的时候 这个芽头是漏非漏的最好 明白吗 就那个芽子嘛 就感觉要漏出来 还没有漏出来 就是小河才漏尖尖鸟 那个状态会更好 不要太 不要用太 硬的土 用太硬的土 它就不爱长根 稍微拍打一下就行了 看到了吗 兔八 这些个都是它的芽头 你看这里这里都是它的芽头了 就我给你刀尖指一下 看到没 哎 就这种感觉 浇水 把剩下咱们 泡它的那个药液浇进来 这个种下去可是要晒太阳的 丑宝 你别不晒太阳 你要真是从头到尾按我说的 你要好好听话 你想把花一样死都难 大家别学我 这里边有药液 我这个习惯了 有的花油会过敏 你们一定要戴手套啊 嗯 浇水慢慢浇 给它浇透 你就像这个 一直跟花耳门说 就是 你这个南方的花油 你就别养牡丹了 你就养个少咬就行 可能花油就听到心里了 让我选一个少咬 我觉得8块8很好玩 就是唯一担心的是颜色 对不对版的问题了 活是没有问题啊 主要是便宜嘛 你们先练手 我给出的建议也是 你先整个这种 七八块钱的东西先练练手 等练好了 到时候老花油给你们 整点贵的 整点好的 就给开车一个道理嘛 刚学完驾驶 你拿着布加迪 拿着法拉利练手 有点贵 要有钱行啊 别的没啥 觉得不错 你先点赞啊 其他有问题呢 可以视频上留言 想要看什么样的测评 包括你买什么不敢买的 都可以告诉老花一 老花一帮你买帮你测 8块8觉得很值 想要的出版 我给大家放到小黄圈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载一 白了出版 嗨 嘿嘿 嘿嘿